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台鱼货的外销减少 不少都转进到台中鱼市场的KMAY 每天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55吨 比去年同期是逆势成长6% 而鱼市场也乘胜追击 将鱼市内的哈鱼码头 转型推动为价值市级 而首场在24号、25号这两天 农鱼产文创市级就要率先登场 当天的国产食物一度 国产食斑鱼 以及台湾鱼鱼片等 全部都买一送一 首举看板宣告台中鱼市场的哈鱼码头 将正式转型为常态性农鱼产文创市级 24号跟25号两天 也将会有国产食牧鱼渡 国产食斑鱼 以及台湾鱼鱼片等 全都买一送一 这次是把农鱼都结合在一起 让整个哈鱼码头 这假日市级的话 它会显得很多元化 而且会加入文创的一些东西 亲自东西 让来这边采购 来这边走动的人 他不会觉得无聊 而且会有新鲜感 而且我们会在 每一个月我们在做一些调整 现在没有销到大陆 都是在内销 所以说我们在促销 配合鱼鱼 促销一些活动 就是五号 还有扫毛鱼 还有一些石斑鱼 台中鱼市场表示 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台鱼货外销减少 不少转进台中鱼市场开卖 也导致每天的交易量达55吨 每天的交易金额大约有750万 并去年同期逆势成长6% 因此利用这次的机会 就是要将鱼市场的 哈鱼码头升级转型 每天有750万左右 那差不多55吨左右 那今年虽然说有疫情 但是我们的交易量 没有减少反而有提升一点点 大概有成长差不多5-6%左右 中市的农村都是 要朝有生产履历方面来去做 那这样的话 大家能够溯源 然后整个来讲 就是让民众能够安心安全 还有溯源的机制 周末活动当天 市府农业局跟各地区农会 也会联合摆摊 总共有78摊 希望借此向民众行销 在地优质的输国宇宙 这里这样的海中采访到